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继续 回到第二节 我们的嘉宾主持是郭博士 刚才第一节 我们两个之前也有默契 所以比较有点调理 大家都发现 没有什么回答声 你知道博士 他满脑子都是东西 他一说就天马行空都行 撐出大海,我們就要拔回他 但剛才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制度或潛規則原來是這樣的 我們在第一節尾說到 譬如其他政府部門 有些人可能要賺錢,他們在玩東西 可能影響你附近的檔口生意 又影響警察的利益 怎樣做呢?剛才博士也說了 原來最上面還有些人也有訴訟 到時有甚麼事呢? 他們打電話跟其他部門溝通一下 譬如很簡單,有十三張檔 假設,或是當翻炭 你每天說這裡,這裡又報火警 然後有人打三條鞋,又發生甚麼事 那你就很煩 原來不是,他們也完全有人去做這些事 但是跟那些負責去收數的人 就沒有任何拉奸 他們不需要理會 另外一個問題,我想問你 制度就定了出來 有時會否招令直改 令當口或老家很無人 發生了爭執 如果去到這大環頭就沒有人敢這樣做 因為下次你沒有號召力 所以為甚麼我們說誠信 剛才你所說的制度就是契約精神 但契約精神就跟… 這是默契,是白痴一指的 他是契約精神 但他跟現在普通人說的法律契約精神不同 他這個契約精神是沒有道德的 不涉及道德 因為你犯法是甚麼道德 是,你本身就是犯法 又不涉及法律 是的 但這個前規則… 我覺得這個有趣 不涉及法律的意思就是 你根本也告不出他犯法 沒有犯法,我可以黑暗世界 所以我說,為甚麼世界 光明黑暗,你不會處理 這個很有哲理 你是撞板的 這個很有哲理 擺明是犯法的東西 大哥,撈倒,撈黃 是的 是嗎?這個撈倒,全部都是犯法 有法律,會判你多少年監 不要說得那麼深暮 你只是打電話買外維碼 買外維帽 也沒有合同,沒有合同 沒有合同,只是口罰口罰 是嗎? 這個就是契約精神 但這個契約精神 是跟普通人說的律師 是這下晚兩件事 這個不到你不認帳 是的 那些白痴黑痴 可以打故事 是的 這裏真是口罰口罰 如果你說,為甚麼我這次不認帳 下次你無法處理 不是,只能處理 何止是無法處理 沒有人相信你 何止是無法處理 你是橫絲街頭 我們記得那時,譬如你七、八十年代 譬如你到八十年代 你都有人倒外圍打過電話 那他錄音 現在也是 你只是說他錄音 但那時最早沒有錄音 是呀,沒有的 是嗎?你不能不認帳 這套契精神不適合法律 不適合道德的批判 不適合價值觀 為甚麼要有呢? 你是一個猶太人搞出來的 如果你沒有,他有的理由是為甚麼呢? 就是方便你順利進行你的運作 在客人世界上 大家不用說話 順利進行 大家只要在所有的程序下 用現在的大陸慣常用的術語 叫做潛規則 但這個潛規則不適合道德法律 但它的目的是甚麼呢? 目的是方便你的組織 以及與人與人之間的運作是暢順的 有一個電話就跟人家拿就算了 今天我才買單位是要付現金的 那一袋東西 就是這個潛規則 是沒有那麼多複雜的 現在你簽甚麼簽甚麼呢? 就被人利用這個表面光明的契約精神 搞黑暗的壞東西 所以它就萬超支了 你很齊整合同 超支了 為甚麼要超支超幾十億呢? 反而以前搞黑暗的合同就沒有超支 口滑口陪 真的口滑口陪 真的沒有超支 那時就像你第一集說的那個誠信 是的 沒錯 雖然這些都是違法的東西 但實際上因為那個地下秩序 賺食這些我們第一集說了 但是原來在黑暗之中也看到有光明的 光明最光明 光明過你光明中的光明 一落千金你就光明過光明了 所以那些古夏仔那時候的邏輯 一句到尾就是這樣 就是更厲害 你簽甚麼合同 簽甚麼合同 一句到尾就是我說的 是不是 如果你說了一次不靈 下次沒有人相信你 那你買完了 沒有不靈的 不可以不靈的 所以你說這個我會明白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所以現在我會讓大家知道 無論你在任何時候 你能夠維持這個精神 你一定能夠生存 就算今天也是 是的 沒錯 如果共產黨失敗 為甚麼得不到民心 經常說不回歸 所以你連光明的契約也不遵守 對,很明顯 這樣才是混蛋 更何況口涼、哼陪的 更加不遵守 我以前有說過 是嗎 你有沒有錄音 錄音他也說是假的 你簽了中英年的聲明 你也是作廢的 你怎麼搞的 光明的東西也不遵守 所以這個有趣 當然我們也不會覺得 在那個時代 所謂大明大方時代 是可以將它維持久遠 是對的 一定不行 因為它也牽涉到社會公義的問題 但是在那個時代 公義是誰定 當你的社會 如果你不這樣做 你要生存的話 沒有人肯有頭髮做辣椎 我不會有人喜歡找個女兒做雞 我不會喜歡找個兒子賣白粉 我不會喜歡找個兒子去開家便當 社會不平衡 不可以爭論的 但是我們說回那個時代 如果你用道德來看 那個時空間 就是這些東西 它存在 它當然有它的意義 不要找個兒子 如果你這麼慈悲的人 看到拉車仔 沒有了 我坐上去被拉是很可憐的 很殘忍的 不公道的 那個人不光顧 糟糕 他就賺不到食物 他要靠這樣努力賺錢 你的社會的道德和意識 是兩件事 如果你作為一個人生存 我們在這個卡拉威出來生存 是成功的 我膽敢說自己是成功的 我從小孩 賺成五、六皮一個月 然後出來做日本生意 也是堅持過誠信 到今時今日走到現在 仍然堅持這件事 所以你是成功的 你是少數成功的例子 我認識很多 跟你同樣出身的人 很多都是不成功的 他… 他…他… 我免得開名 你都明白我說甚麼 很多都不成功 要不然就難倒輸死 要不然就… 很多事情的 結局都不是好 你停一停 要你一說難倒 如果你出來江湖 或者你出來做生意做人 你不學會賭錢 你就危險 除非你甚麼錢都不鬥 要不然你首先學會賭錢 你知道甚麼錢賭得 甚麼錢賭得 甚麼錢賭得 甚麼人物在這裡才可以賭得 甚麼人物在這裡你不賭得 如果你再高級一層 就要知道你今天賭錢 你算一算 自己現在有沒有財運 沒有你就不要去 你那些是更加高級的 你… 要學的大哥 你…你當然了 你那些炒外匯也好 甚麼那些都是賭 你…你…你不學嗎 你真的要算一算 有沒有運行 有些真的要搭尋船 我簽完你就算 我是回憶你剛才那句 我知道 你是成功 我都認為你是成功 是吧 那你跟著做生意 是吧 搞很多其他事情 做公益 是吧 你的發財立品 不是那樣成功 但有些人不是 不是 你搞錯了 我的成功就是我在這些江湖之中 可以獨善其身 你這樣說就對了 可以走進去共產黨世界 走得出來做事 可以走進蘇聯共產黨集團 又不能死 我記得這個就是我們佛學的智慧 要說一點點賣告白 這些我們層次比較低 比較難明白 佛學的智慧 所謂佛法無緣 不是開玩笑 你有佛法支持你 是呀 知道 這裏呢 對我來說很難理解 這裏制補 是吧 因為我自己眼見的 是吧 有很多我認識的 你說的那些人 全部都 好老實說 真是很不行 到最後 為甚麼會有郭兆明 到今時今日 採套還哺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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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人物有錢 甚至現在有些人說 我跟你合謀去搞人家 收共產黨錢甚麼都有 但事實上我看到 郭博士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成功的例子就是他個人的事業 以及社會上的貢獻 我覺得這成功 但我們現在說回那些年的時候 我是很有興趣知道 這些人到最後怎樣 尤其是廉政公處成立之後 富貴很多 閉藝就是軍裝那邊多 但是富貴的走得很快 CCID那些人 人人都有錢 而且他們化得到 都不能裝紫雞扮到國 奉子不會開大餅士 即是低調 開老爺福士 開老爺麥 不會拚不拚 後期那些坐在金巷、國際 八大桌、漫漫那一群 一群人都走到軍裝 去探水仔 那時候有很多淡頭 沒有…那些後期的時差 不是很多歌聲的淡頭 沒有那些很後期的 不是那一群人 那些就不低調 那些後期的時差 就是這個ICAC成立之前 他們已經聞到淡徜 那些很厲害的走得已經走了 都夠了 不是找夠 但是你不走也不行 然後那時候就殺到來了 所以你說的那件事給我聽 我現在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真是抗議的 那些多數都是軍裝 所有的ICAC 是吧 那些CID的頭 那些探長都走了 而且那些大桌、漫漫都擋到你的 第一,你無法埋伸 第二,你無法埋伸 對,我去武警收錢 你不是跟某某探長收錢 對,我沒有他的名字去收 所以他就隔了那麼多 我已經斷你了 其實不是斷的 開朵也是開他的名字 我沒有警 我沒有他的名字 到最後如果有事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 擋到的… 所以你隔了那麼多 那些好像我們回去問說 懂不懂不懂不懂 住哪裏都是這麼多 你夠料就擦除我 不是就走得了 有些是我摸了 對,我無警 我無警去收規 那些老闆又肯讓我 這樣去取 對,我無警 就是這樣 你任你判而已 你不用寫那麼多東西 我上去PG,我無警 就收工了 所以這個又是因為有一個… 這個就是光明黑暗的技巧 現在你共產黨的玫瑰 你自己光明又是黑暗 黑暗又是黑暗 沒有令到光明 人家要分清 所以我們這一集的主題 就是光明與黑暗 非常有哲理 剛才提到修規的制度 和一些前規則 其實是很複雜的 博士 一點都不複雜 很簡單 譬如說我找任你做總包租工 你要說一個人的名字 你去探頭吧 你去找藥和 我要告訴你 三、四線的人出去 劇碎的是甚麼名字 你不見人的 我說了牛仔 你一會就打電話 告訴老闆 我收到情報 有牛仔 無形我的名字在外面劇碎 好的 那他變成檔案 然後有這樣的資料 你刺不到他 你明白嗎 這些文件都做定 做了 做了 你沒事 但收到那個文件 那個老闆也很清楚 這是那個… 他擺到一個… 其他地方的一部分 他保護老闆 他保護自己才能保護老闆 天天萬一有個記者不生瘦 是啊 很厲害的 要伸張公義的記者不生瘦 在爆料的時候 他找牛仔收編 那個無警的那個 早就收到情報了 這些是小小的保護老闆 我說複雜的意思 就是牽涉到這樣的範圍 其實地下秩序的維持 要包括警察和這些所謂的老闆 大家要合作才行 非常默契的合作 非常默契的合作 不用說話 所以我們… 你們老闆如果沒有資歷 沒有去開個檔 你們跟我去上龍鳳 找我們去談 誰說拿一張東西開我都不理你 你撒水 你開不開到 你哪個單位 你下去有沒有人餘 你先開不開到客 開用甚麼 你開了沒人來也會慘 所以我們接下來… 譬如說我們這集說了那個制度 剛才大家都構思了一條題目 叫做光明與行 對,很深 非常深 有意思 接下來我們下一集會說甚麼呢 先預告一下 下一集會說… 好,上層就是這樣 這是屬於警方方面 到Low家那裡 他又有甚麼動作來回應 或者配合這些做法呢 我們就留下一集再說 包括在附近的股下仔 例如尤詹王 他可能有幾個不同的社團 是吧 那你怎樣和這些人合作 或者是否要付出一份工作去做 是不是每一個單位都要做到很平衡呢 這個我們就留下一集才談 這個也非常精彩 那個比較涉及很多… 有些大和小的心病 這牽涉到邦會之間… 多數面子問題 邦會之間可能會有鬥爭 複雜一點面子問題 然後就會… 有些利益問題 對,利益問題 油麻地最麻煩的就是雲天茶樓 那一檔站頭 那裡真的… 這個我們留在下一集再說 精彩可期 左東站 這一集就說到這裡,再見 是否這個晚上 是最後一天的夜 最尷尬… 貼心… 貼心…貼心… 貼心…貼心… 貼心…貼心…貼心… 貼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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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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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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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 amor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Pe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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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o Pe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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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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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